你知道吗 我飞了一千公里 现在 就在你的城市 虽然很多次 都从你的世界路过 但今天 我想要留下 为你唱一首 你最喜欢的歌 虽然这次没有舞台 没有灯光 但我还是练了 很久的琴 想给你一场 纯粹的表演 音乐的美好 就是从一千公里 到一米的距离 希望有机会 当面对你说 很高兴认识 我乌黑的发味 攀成一个圈 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隔着半透明的脸 嘴里说的语言 完全没有欺骗 无定灰色瓦片 安静的画面 痛苦是你美丽那张脸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 四位音乐人 步履不停 给不同的城市 留下音乐记忆 从电子屏幕外的一千公里 跨越到现实中的一米 写下一切包装 用面对面的路眼 填满因疫情造成的人与人的距离 路眼第一站 山城重庆 神奇的三地魔幻都市 火与利 新与旧 肆意纵横 烟火器 人情味 沸腾其中 初来乍到 他们能否招架 这个如此有性格 又如此有温度的地方 一 二 三 重庆 周围 周围 大家好 我是诺诺 现在来到了美丽的重庆 第一次来 准备要去见我的好朋友们 诺诺之前有过路眼的经历吗 没有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路眼 在我出道之前呢 其实没有受过非常多的训练 没有过路演的经验 没有搞过Bang 乐器会的不多 比较紧张 但一切我都是在学习 我觉得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挑战 哈喽 就我们有一个slogan就是 一千公里到一公尺的距离之间的改变 我有可能这一辈子都 没有办法跟你碰到一面 但其实现在我有机会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我可以面对面给你表演 然后让你知道 我想要表达的音乐是什么 这种感觉是很奇妙 很美妙的一个东西 因为工作关系 我基本上就是写歌唱歌 演唱会上面我是一个表演者 然后大家是观众 但在这里我们是朋友 我们在用音乐聊天 就会更舒服 然后更轻松一点 你们是很拼的节目怎么 明天要几天开始我听一下 你希望明天到哪里接着我们一起来 明天完就好自然行 你现在刚下飞机什么感受 就是下飞机就感受到重庆的那一股热风 我很期待我们第一个表演的地方的场景是什么 就是在路边呢 会有车子经过呢 还就是在一个小道里面 还在一个广场 所以我觉得对地点会比较 比较期待 对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音乐厅 拉琴嘛 长大一点也就到Live House 或者是一些小场馆 很少可以在路边演出 就你舞台缩小 然后跟观众就是拉近 这个东西是我期望 然后也是我期待去享受的 然后荣浩老师 明天到 OK 跟我猜的一模一样 那那现在是在哪边 客栈啊 哦 荣门客栈 不行了 我叫那家出来等我 喂 嘿 你要到了吗 我快到了 你有等我吗 我们在房间里 反正等你 好了再说呗 啊 OK 好 再联络 我已经到了 我已经到了 好好拜拜 就是这儿了吗 哎 我还想要 哎 是这一家吗 神秘啊 这是个什么 欢迎来到 神武四美好的时光 开启城市路眼之旅 明早九点准时大清集合 developer 九点也太早了吧 赶快睡觉 天呐 九点呢 美好的时光 早餐都准备好了 誒 88 韩国 那奇怪 人呢 你好 在这边 可以走下去 才能写書 走下去 好 娜娜 娜娜 下来吧 走下来 欢迎光临美好的时光 你好 你是这位餐厅的 有预约吗 对 预约早上九点 姓 对 迟到了 姓欧阳 欧阳 你是这个餐厅的 我是主管 主管 叫什么 叫做 叫小陈就可以 小陈 我觉得娜娜她 就之前都玩在一块的好朋友 娜娜其实是在今年 我出的第一张音乐剧里面 她出演了我的男主角 特别特别的熟 我们很有缘分 你参与我的音乐剧 然后我们又到一个节目里 对不对 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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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表是觉得下一位 马上就差不多来了 差不多要来了 差不多要来了 刚刚有的 干杯 我叫乾杯 要干杯 你怎么知道我叫乾杯 你叫乾杯吗 我小名叫乾杯 你不是叫Lio吗 之前人家去 就开玩笑 然后我就取名叫乾杯 那每个人就是 晚餐的时候都 他们都是一个 乾杯 然后你就怎么了 这样子了 不会 那么夸张 对 因为发现我们今天 其实只有三个有吃的盘子 是因为 听说我们的李老师 是因为航班的原因 对 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到 是 他应该一会儿来吧 晚一点 对 荣耀老师 一会儿就来了 我们要当管家 鞠躬 三二一 三二一 你好 欢迎光临美好的时光 先生 请问有预约吗 有预约 一位 姓 姓光 姓什么 姓光 你不让我姓什么 我想说 不是 我想说你说什么姓光 我说姓光的话 那请入座 我们就等你了 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 就是说出场算是按年龄 对 不是 你不是最后一个 对 我们还有李老师 太有诚客了吧 那种年轻人 应该算是 都认识 苏龙哥的话 其实就是工作伙伴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别的节目 也一起录着 有很多默契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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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我们也给我们 就是 写个名字是不是 写个名字吧 对不对 毕竟我们要一起去好多城市 那每人想一个 每人想一个 李 李 李 那龙 我们 我们这个是美好时光 我们就叫好的乐队 好的乐队不错 真的吗 好的乐队 大家好 我们是好的乐队 好的乐队 好的乐队 而且还要这样 对 所以说有一首歌 就很好 就是吴克曲老师写的 那首歌叫好听 好听 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 好听 风楼年纪了 对不起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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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 那个荣浩哥 怎么会写歌词 他说不定会 就好想法 可以啊 我们可以等他来 再 再细落 对吧 好 那哥你对咱们 就是面对观众这个 你会紧张吗 我自己是会有点紧张 其实 我没有过这样子 我是没有过 我们都没有 都没有是不是 我们其实就像街头艺人 就是街头艺人 对 就是前面应该要放顶帽子 之类的 然后自己再丢一点 先进去 这样子 感觉自己好 超专一 超专一 但是 比如说农农 你会有什么担心什么吗 担心破音啊 或者是走调之类的 但我觉得有一点 崇敬的观众超热情 对 因为我今天来崇敬演出 然后 因为我是拉古典音乐 然后他们超级嗨 古典音乐 可以这么嗨 就是那个 我每次就大提琴 那个尾音还没收完 就 太好了 所以这就是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性格 对 是 她跟她的饮食 她跟她的气候都有关 她常吃火锅 她们的性格就很 比较爆脾气 好 不行 很活泼 很活泼 很热情 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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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实我们的乐队呢 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成员 叫做神五四的白无忧 欢迎她 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神五四的白无忧 接下去的旅程 我也将作为美好陪伴官 和大家一起享受音乐 为见人性 请多多关注咯 干杯 来来给你倒杯水 倒杯水 自己倒 干杯 欢迎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呢 我们如果想要提升我们的默契的话 我们可以有个口号 嗯 就是来到重庆 或者是来到我们之后 好多好多的城市 嗯 我们都是来认识他们 嗯 所以其实可以比较礼貌的 很高兴认识你 哦 就有点say hi的感觉 对 嗯 这也是我们神五十周年的主题 因为神五 天南海北不同年龄 不同性格 不同职业的人聚到了一起 也因为神五 他们遇见了生活的不同面 不仅收获了友情 爱情 甚至还找到了职业方向 就和我们这次的旅程一样 也将期待我们在旅程中的遇见 哦 谢谢 谢谢 可是突然突如起来上了一个果盘 这个任务来得有点突然 这个水果 其实重要不是水果的吧 是上面的任务吧 OK 打开了 我要打开看 请大家十分钟内到H楼的八楼见面 重庆音乐博客 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好了 好 OK 我们打包一下好不好 行 一会儿那个排队会累 当点心事 好 不要浪费 走 好了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请大家十分钟内到H楼的八楼见面 重庆音乐博客 是那个H楼吗 在这里吗 是个电台 你好 有一个哥哥 你好 你好 电台其实是我从小记忆中的一个地方 我妈妈有一段时间都是在电台里面做广播 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就是大家都用声音去做交流 好奇怪 现在说话可以 好 我先把你们的话筒推起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里是风尚881重庆音乐广播 哈喽 各位好 欢迎您在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里是FM881重庆音乐广播 我是今天的DJ李悦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三位特别来宾 哈喽 我是龙龙 汪素龙 重庆的朋友 然后听到里面的声音 兄弟是火锅 火锅 很高兴来到重庆 我是陈立农 很高兴来到重庆 大家好 我是欧阳喇喇 欧阳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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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欢迎 欢迎娜娜 陈立农 汪素龙 其实他们是一支乐团 是一支乐队 但是这支乐队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知道他们究竟叫什么样的名字 我们也不知道 对 因为我们其实还有缺少一个成员 还有一位成员是李荣浩老师 对 李荣浩老师 对 今天三位来到了重庆 对重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今天就感觉到 重庆的朋友们非常的热情 对 这个电台的楼下 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 对 但是我有点担心 就是重庆的粉丝在下面给你们加油的时候 如果用重庆话你们会听懂吗 可以的 这是重庆的仔 比如说我来说一句重庆话 欧阳拉拉 王苏龙 陈立龙 好霸道 好霸道 我们就是霸道总裁 很霸道的意思吗 对 就是你们很棒的意思 对 那现在我们要做乐队做现场 其实对现场的演唱的功力要求就非常高了 稍稍有一点点走音 可能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清楚 那能弄心 你对自己的这个演唱功力有信心吗 一点点信心 这个我帮陈立龙回答一下 我们乐队对他演唱都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对 所以刚才你说你有一点点信心 旁边的队友给你了更多信心 谢谢我的队友 好 那如果把你们团队每个成员比作一个动物 那你觉得每个人都是什么 我觉得先讲我自己好 因为我自己比较简单讲 我觉得我自己是 就是我常常说我是一只鹿 因为从小我的那个 宇宙人物就是一头鹿 我觉得李仁浩老师比较像狗狗 什么品种 他之前在微博上分享过的那个 就是跟他长相还蛮 挺偷像的 好 就是可爱的小眼睛 迷人的小眼睛 对 然后冷龙哥的话就是 好期待 所以你知道最近很火的那个可达鸭吗 可达鸭 对 就是那种很可爱的感觉 但他同时又有时候很活泼 但也可以很安静地游泳 就他在水面上的时候很平静 但他的脚就是很快速地在打水 真的 说到鸭子我平时就这样讲话 就是表面可能和 就是可敬可动 可敬可动 对 好 那立农 农农的话像长颈鹿 我刚刚已经猜到 你会觉得我是长颈鹿的 就是我觉得像一个大家长的感觉 就是农农虽然是我的弟弟 就是比我小 农农应该是不是在这个乐队当中 最小的一位 对的 对 但他有一种就是 大家长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请进 我们今天在线上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 让他们和我们的几位嘉宾 直接来对话 哈喽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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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和你帮我联结一下 陈丽龙龙龙 龙龙 龙龙龙 你好 你吃到我们的呀 什么 吃 少午就是中午 中午饭 吃中午饭没有 还没还没呢 你要请我吃饭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午头玩了 他很喜欢你 他是一个粉丝 你看 我午头看他 我都摆起你的那些照片了 哦 哇 他的娃很喜欢你 好多喜欢你 好多你的照片 而我做这个龙龙 你今后一番风声 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凶器 好 加油 凶器 凶器凶器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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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普通话 我最喜欢的是汪苏龙 啊 汪苏龙 大龙 嗨 你好吗 喂 你好 好像深夜电台节目 我想对他说 书音唯美 爱龙不悔 好的 谢谢你祝福 还有表别的吗 我是小龙包 OK 啊 龙龙的粉丝 好了 那你还有什么想对龙龙说的吗 机会难得 书音唯美 爱龙不悔 好的 也是因为词汇两不多的吧 啊 谢谢 你的满满的诚意 我已经收到了 谢谢这位朋友 汪苏龙 你觉得观众喜欢你 是因为你的作品喜欢你呢 还是说因为你的 某一些搞笑的视频 他们爱上了你 我觉得 他们最开始被我吸引 一定是因为我的颜值 这个是我知道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 除了看到我的帅子外 也能发现到我的才华 然后包括我人的个性 可爱这些都OK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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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进来 我可以跟娜娜通话吗 我好喜欢她的 当然 你想跟娜娜说什么 娜娜 你好 你好 我叫小琪 我是重庆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一名大四的学生 我超级喜欢你的 谢谢 谢谢你 你是学什么乐器的 我是学的音乐教育 就是主修声乐钢琴都有学的 那有听娜娜的歌吗 有听过一些 那声乐老师 我们唱一下娜娜的歌好不好 最新的歌 你 我可以听娜娜唱吗 结果是我给娜娜 我给娜娜 来一首 不然就把这个送给这个老师 可以 唱一首我的新歌 好 是浓浓出演MV的那一首 对 怎么唱来的 这里的那个 这是什么 这些是在舞台上的歌 而且我爱你 在舞台上的歌 也在舞台上的歌 就算我爱你 在舞台上的歌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其实要来听到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跟咱们今天的 录音间直播室有一些关系 这个录音室最开始 是在一部电影当中出现 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是在这里来取景拍摄 里面还有一首李荣浩老师的歌 放一首他的歌 对 放一首他的歌 让我们感觉 他依然跟我们在一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各位 经过这一次交流之后 我对重庆人的印象 好像也是累点 他们热情地跟你聊天 问你问题 夸你 他会跟你开玩笑 你要请我吃饭吗 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温暖的 然后好像把我跟这个城市的距离 又拉近了一点点 我其实觉得我要玩起来 把自己歌声里想要表达的 全部传递给他们 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乐队 解脱他们的一些烦恼 疲惫 压力 然后让他们好好的继续美好的生活 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李荣浩 欧阳娜娜 汪苏龙 陈立农 组成的乐队会在 9月4号重庆俄岭二场进行录演 喜欢音乐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抓紧时间来报名 去现场享受Live的盛宴 我们的白无忧 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吗 神五四也将上线电台功能 快来神五四里 享受你的美好生活吧 游戏就玩神五四 美好时光有意思 好 谢谢我们的白无忧 他老开玩笑的时候一个人的乐队 其实我最早我自己有乐队 后来大家都做别的行业 就不干了 所以就正我一个人了 所以我这次听说 刚好有几个都是 就是很好的朋友 还有我以前的学生 然后就都在 我说那就来吧 重新体验一下 以前小时候搞乐队的时候 美好的时光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这往他们也没回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里面 都有些什么东西吧 对 这话筒应该都认识吧 对 这个应该 对 对 对不起啊 对 大家都知道鼓嘛 想到鼓就是懂词大词嘛 对吧 我脚上踩着就是懂 词就是这个 大就是这个 然后词 对 然后就 词 词 词 就是这个东西 对啊 被我一讲解感觉上很低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给我们的耳机用的 比如说我觉得鼓大了 我可以把鼓调小一点 我觉得什么吉他小了 我可以把吉他调大一点 这个东西叫贝斯 就是贝斯跟吉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首先贝斯要比吉他 大 然后再来就是常规的贝斯都是四分弦的 吉他是六分弦的 贝斯是弹低音用的 这个叫灵鼓 灵鼓其实在我们这个上个世纪 那个八十年代比较常用 这个叫音术 看电影的时候 有一些很魔幻的东西要出现的时候 就会这样 这个东西我就不会了 我看人家玩的好的都是那种 一下可以打好几个音的 对 这个玩的好也挺帅的 嗨 嗨 嗨 李老师 嗨 我们的领导终于来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啊 我的天啊 很便宜 没事 老龙我好几年没看见 谁呀 老师 长高了 对 我上次看到他那么高一点 才这么高一点 也是差不多这样 对 长一米 什么 长了吗 哎呦 好开心 真的 我们上午想了对名 然后说我们一个人想一个 然后最后让网友投票一下 好的 好 好 好的 每个人现在必须选一个 好好好 正经的 正经乐队 我刚刚也讲 正经乐队 我刚刚也讲 正经乐队 不是说你们两个脑回路是一起的 真的 太敷衍了 我说真的 这样就成功了 成功 成功 成功了 别这样 太好笑了 好笑 现在不能讲话了 太随意了 不能讲随意 随意乐队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是认识的人 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生疏的感觉 所以来了就直接就立刻就打成一篇 所以第一个是好的乐队 第二个是正经乐队 我想到一个 因为它是那 咱们俩是隆隆 隆隆 那隆隆的 那隆隆的荣浩 那隆隆的浩 跟浩啥意思 浩是乐器 浩 我没有浩 就是 就是好难搞 这帮音乐人 那别选了 我觉得那个 荣浩老师那首歌很适合做乐队名 就叫爸爸妈妈乐队 不挺好的吗 我们都是唱的爸爸妈妈 大家好 我们是爸爸妈妈 这个 这个很有创意 我对 就这也没想 你们想不出别的 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已经取好了 登录微博搜索美好的时光话题 参与给美好的时光乐队起名的 这个投票活动 最终极的队伍是哪个 哎呀 说实话这几个都不怎么样 就是 难以启齿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定一个排练守则 行 我先说一个比较智识化的 嗯 就是 不准迟到早退 行 我这个就是针对大家的 就是在这个排练厅里面 不可以带家属进来 嗯 谁不针对我 你 我妈妈 我亲 这应该汪宗龙针对你 不是 妈妈 对不起 再说一次 就是在这排练室里 不可以带老婆进来 老婆 如果老婆来的话 就给其他三位那个队员发红包 老婆在台北 也进不想 进也进不来 不是 我给你点红包 你把它弄过来 怎么这是大口粮了 这是大口粮了 我就不该提这个事 不是 我就是打个比喻 换一个换 换一个换一个 说基本的 就是每次排完练之后 自己的桌面干净整洁 好不好 那太好了 我没有桌面 我就在 都在这 就直接走了就行了 二农想一个 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 时光在一起 那其实不管是 排练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是我们私底下相处的 过程当中也好 我觉得 尽量不要动手 对 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有啥说啥 就是不要客气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乐队 我们就要有一个对魂 对吧 那我讲一个真的有对魂的规则 行 就是我们尽量每一次吃饭 要在一起吃 对 我也觉得 对吧 今天我们要喊饭的时候 那个我们龙龙哥就在区里说 不好意思 我在房间里吃了 不会呢 我在等大家 我跟龙龙心里就 你这样跟他伤心碎 因为我吃辣 因为我吃辣 然后我怕两位老师不吃辣 这样子 我太想跟几位老师一起吃辣 我太想跟辣 我来这节目就是跟几位老师吃饭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 就这样吃吃饭聊聊天 就即使不聊音乐 我觉得也蛮好的 是 不吃 但今天早上起来 这我就形同虚设一般 我那个群没有任何人讲话 我一大早就起来 我说这个群到底是 我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你说我吃完了 中午他再叫我吃 我是吃还是不吃 我们这个不要了 废除掉 走起来 好 要不如先排仁浩老师的 我的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念那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 荣耗老师 他来了之后才发现 哇 安心了 就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我们 操盘 一个当一个领导的 一个感觉 就是他还没有来之前 确实会紧张 因为坦白来说到了户外做公演 跟我们有专业的舞台 表演是不一样的东西 设备等等都不同 所以其实很容易 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好像第一次 我们三人的录影 我们三个小小的准备了 几首歌送给大家 明天会在重庆的某一个地方 有公演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 尝试和排练 你要歌词吗 不用 哦 对 歌词 密码 你知道吗 完了 密码 是啥呀 嗯 密码 不好意思 其实那个时候 我个人感觉稍微灾难了一些 就想说 哇哦 之后每次公演都得这么搞 那次其实很慌张 就不太放松 然后也没有享受那个感觉 然后跟大家交流也不够 回去之后就觉得 哎 那路演我们要好好演 因为我们要拿出一些真正的好的作品 而且我们的大哥到了 看到他之后就觉得 哎 稳了稳了稳了 我要永远 请 我 好吧 我觉得 挺挺挺挺挺挺开心的嘛 我觉得我们这个乐队就是 就是大家原来都有自己的本事 只不过一直没有拿出来 对对对 龙龙 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这个键盘弹那么好 娜娜 我只知道她是拉大提琴的 我不知道她会弹吉他 Away from home 其实你的云是在正牌上 是云的风气 不是 陈云龙这台子她以前就是出名的 就是不要命的练那种 她直接就把和声唱出来了 而且唱的是准的 可见这几个音已经刻在她心里了 你知道 就是她在唱的时候 你就摇着她也忘不掉 你吹到她盒里 她可能也忘不掉那几个音了 那卫生的飘感 你留走纪念 不必害怕命的离别 好准啊 我的天啊 陈云龙 你知道 老师我背了很久 我用背的 她现在每天都在练 她是不需要我们这些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知道这几个人 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就稍微熟一熟 我觉得就好了 四位习惯了大舞台的音乐人 首次在街头合体亮相 第一次录演 他们能否配合默契 将你带入无忧的美好时光呢 我们快去听听看吧 其实说实话就是 街边的表演呢 其实一直都有的 当下的可能歌手也好 重新来组乐队 然后只在马路边演出 这个是绝对没有过的 得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其实在近距离的时候 唱的是什么样子的 从一千公里到一米的距离 它并不是一个只是具体的数值 而更多的是一个心态 是一个感受 为什么要有音乐 其实是音乐是要沟通人类感情的 经过这样子 把所有人都聚在一个地方 然后呈现在每个听众的耳朵面前 我说汪思龙 你说帅汪思龙 是 汪思龙 是 不要不可以 陈丽宏 是 老师 你刚刚干什么了 不 我就看他们一眼而已 快点 那个 跟我们重庆的朋友打个招呼 快点 要有重庆的朋友们 好吧 很热情 他们在台下也有 在楼上也有 甚至在更上层的都有 就一切感觉非常的温馨的感觉 我们的节目叫做美好的时光 希望接下来时间 是我们所有人一起拥有的 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四个想跟大家一起说一句话 就是今天我们能够 很高兴认识你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了 对 这旁边是陈丽宏是我们的 今天是我们的打击乐手 和专业的和声老师 好 然后娜娜是我们的吉他手 和声加大提琴 然后龙龙是我们的键盘老师 对 我 我是一个老人 好的 可以了 欢迎我们的吉他手 主音吉他李老师 谢谢 今天这个乐队呢 还有两位专业辛苦的 这个乐队老师 一个是贝斯老师 一个是鼓手老师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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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我们 带给大家四首不同的歌曲 然后第一首带给大家的是 《500 Miles》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自己外公的家 就在重庆 所以呢 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首 回家的歌 知道在重庆的时候非常开心 也觉得回到了外公的故乡 因为我可能自己比较小 也离开了自己的家 然后去读书也好 去工作也好 所以总是有时候会想家的 这首《500 Miles》 其实是在讲一个家乡的故事 所以我就希望说 用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原声曲 表达对于重庆的感受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也算是把这首歌送给外公吧 在重庆把这首歌 就是唱出来 嗯 粉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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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